最近一条消息在网上是传的沸沸扬扬 19岁的小伙风风火火的冲进某人力志愿公司和前台工作人员进行了32分钟的深度交流之后 你猜怎么着 这小伙突然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刷了一下掏出榔头和匕首 对着工作人员就是一顿输出 结果可想而知 工作人员当场就去见了上帝 享年32岁 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小伙又用匕首对自己脖子连割竖刀 以送往医院紧急就医 这剧情简直比电影还敢演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大家好我是小杨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就来扒一扒 那些黑中介与普通劳苦大众的故事 目前警方没有公布案件具体缘由 但网上有一张未经证实的图片 表明此次事件可能是劳之纠纷所指 于是黑中介苛扣了小伙的钱 目前警方尽未辟谣 也未认可相关说法 我们暂且假定这些对话 可能是导致悲剧的原因 这里需要澄清一个误区 不少人认为 事情的起因是因为小伙打工 一个月赚了4690元 但黑中介只给他94元 这种情况确实令人难以接受 导致小伙采取了极端行为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可以看到工厂印发工资 是4596元 黑中介给出的计算方法 对应的金额是4690元 中间的差价94元 中介表示将把94元的补贴给小伙 也就是小伙实际到手工资 应该是工厂的4596元 加上黑中介补贴的94元 共计4690元 然而小伙不同意这个结果 可能有人会说4690元 听起来还不错 按理这种说法 小伙应该不至于闹到杀人的地步 这就涉及到一些黑中介 招人的潜规则 他们在招人时 会生产工厂急招工 所以工资开得高 除了账面上的工资 比如一天200元 上班22天 一个月就是4400元 下面就有一个重要信息 做满一个月的满勤凡点5000元 这样一算 一个月到手就有9400元 对于一个没有太多技能的普通打工人来说 这确实算得上高薪了 于是你立马答应被拉到工厂去干活了 一大工厂傻眼了 这工作环境 工作强度 工作条件 都没把你当人看 不过转念一想 熬一个月自己收入也能快上万了呀 说不定表现得好 还会被工厂看走 留下来变成正式员工 也说不准 看在钱的面子上 咬咬牙 忍了 终于每天起早贪黑的 熬到了发工资的时间 工厂如约给你发了4400块 你兴高采烈的跑去找黑中介要满勤反点 这时候黑中介有两种说法 第一种就是告诉你 要以他们的系统为准来查询签到情况 现在查不到你的签到信息 所以这个反点就不能给你 再多问几天 你就会发现自己被拉黑了 第二种黑中介会告诉你 是你理解错了 它的意思是满勤反点和工厂工资是二选一的 并且取得最大值 比如工厂给发给你4400元 黑中介承诺5000元 所以再补给你600元就对了 并不是两者可以一起拿 甚至还会嘲笑你一番 也不动动脑子 怎么可能干一份活拿两份工资呢 很显然这次的事件就是第二种套路 这时候你就有点恼羞成怒了 我一个月连人的样子都没有 你居然跟我在这玩文字游戏 更可恶的是 自己被骗的那种无力感 顿时脑门充血 但是你又能怎么办呢 于是拿着合同去仲裁机构 然后被机构告知 这属于补贴 不是正式工资 不归他们管 你又开始收集资料 打算起诉 当你往法院交资料的时候 又被法院告知 此外案件过多需要排队 等排到你的时候 大概也得两三年以后 明明自己就是被骗了 但就是没有地方可以伸张正义 并且这种黑中介 就是装这种控制 还能活得好好的 还会有远远不断的受害者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渐渐的你也就慢慢放下了 这事情也就不了了之 我猜大部分人都应该有过这样的心路立场 然而这次事件中的小伙 却并没有选择忍气通真 而是选了一条不归路 以此来维护自己的权利 不得不说还是非常遗憾的 毕竟人生的价值远远不止五千块 这种以暴自暴 我们当然是不提倡的 但又是什么原因 导致那么多普通打工人 被黑中介欺骗呢 最终以这种极端的方式 来表达自己的诉求 有些事你就没办法刨坑问底 刨脱了就会变成敏感问题 说不定请喝茶的机会都有 而且黑中介这种事情 根本没有有效的预防措施 他拖着不给你钱 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 唯一可能有效的办法 就是摸清市场上的工价 到底是多少钱 高出市场价太多的 大概率有坑在等着你 此外 尽可能去跟工厂签活动 不要跟黑中介签 只能说这样的出来的几率会小一点吧 现在就业大环境又不是很好 一些黑中介也是穷凶极恶的 就感觉活在一个 什么都要靠自己的社会里 一点保障都没有 真的很累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